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朋友 我们上次讲到 在叫杀罗国救日言神 善华的悉心安排之下 本来长生太子 有个千左一时的好机会 可以用毒药毒杀凡于王 不过他考虑到 如果这样做 极有可能连公主都毒死了 所以最后都是放弃在食物中落毒 长生太子对善华解释 是因为不想累及无辜 男人大丈夫做事应该恩怨分明 要报仇的对象是凡于王 不是公主 公主不但为人心地善良 而且和自己无仇无冤 严格来说 还是有恩 故此不忍心见他惨遭毒害 其实这个只是原因之一 主要是因为这几个月来 长生太子和公主日复相处 大家已经暗生情愫了 长生太子很明白 对方是杀害自己父母仇人的女儿 这段感情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不如都是早点抽离 免致将来泥足深陷 难以自拔 所以即使公主向他多番暗示 他都一于诈傻扮懵 并没有正面回答 凡于王亦都看得出个女儿的心事 虽然他觉得 这个阿生并非东藏快婿的最佳人选 但是总算是多才多艺 一表人才 最难得的就是他厨艺出众 可以烹调出各种佳饵美食 给自己享用 而且既然那个宝贝女儿喜欢 还有什么说话好说得 凡于王当然发梦都想不到 这个阿生就是昔日的流亡之余 长寿王的儿子长生太子 为了令到他的身份地位 足以和公主匹配 于是考立明目 赐封他做宫廷事务总管 还打算将来如果有机会 再提拔他晋升为内閣大臣 到时就没有人敢说 阿生和公主不登对 凡于王所做的一切 令到杰比将军更加妒忌阿生 这个杰比原本是长寿王身边一个普通的侍卫 凡于王入主叫杀罗国之后 他极尽阿虞奉承之能事 忠于扶摇直上 升到做大将军 不过他意犹未足 竟然拉虾猫想吃天鹅肉 妄图娶得公主为妻 他想着一旦跪为驸马 凭这裙带关系 以后就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现在居然拦腰杀出一个阿生 当然是很不奋气 所以故意对他诸多挑剔 希望捉到他的错处 向凡于王进插 就算不用判他死罪 都要将他逐出宫门 就可以拔除这一口眼中钉 有一日 凡于王忽然兴致勃勃 说要到郊外打猎 杰比当然不会放过 这个可以邀功领赏的好机会 他马上准备弓箭进马 英准猎犬 带着大队宫廷示威 浩浩荡荡地陪同凡于王出城狩猎 本王很久都没试过玩得这么痛快了 阿生 你看我猎到什么 有山鸡 有斑溝 还有野兔 大王真是英勇了 这么快就捉到这么多飞禽走兽 现在跟以前差很远了 想当年 这些山鸡野兔 根本就不是本王的猎物 这么小的畜生 留给小朋友玩而已 我一是不出手 一出手就要捉山猪 野鹿 花炮 甚至狮子老虎 大王志大才高 难怪天下无敌了 天下无敌 哈哈哈哈 咦 对了阿生 为什么你只剩下一个人在这里 其他人呢 杰比将军刚才看到一只花鹿 和几个侍卫追到那边 为什么你又不跟一起去 又不是没有马在这里 哦 你是不是不懂骑马呢 不是 小人自小在乡郊地方长大 怎么会不懂骑马 不过 不如喝点果汁好吗 果汁有什么好喝啊 有没有带酒来啊 有 好 泡杯酒给我 是 大王 喝杯酒休息一会儿 嗯 大王 有一只很大的山猪啊 啊 山猪在哪里啊 呢 就走进松林那边 让我去抓他回来 大王 你刚刚喝完这么大杯酒 一个人去追山猪 小人怕会有危险 那你快点解脊马和我一起去追啦 马鞍旁边有弓箭配剑 快点搜啦 稍后就会被山猪走了 是 大王 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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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玉王和长生太子一起拆马 追逐山猪 这只山猪在矮树丛中左穿右插 逃避猎杀 其实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 在生死关头 就会不顾一切保命逃亡的了 这股求生的意志力 令到只山猪好像越跑越快 眨眼就失去踪影了 到范玉王和长生太子勒亭马匹 发觉原来已经不知身在何方了 这个时候 长生太子手上有弓箭和配剑 而对他毫无戒心的范玉王 和他只是相隔大约十步之遥 与杀死自己父母的仇人单独相处 长生太子会怎么做呢 我们留下一次再说 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